尊敬的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正熙岭市 周博爱女士 尊敬的蔡文贤先生 冯妙岭女士 各兄弟乔统的领导们 姐妹们 兄弟们 大家晚上好 在我们的第二故乡 美丽的葡萄牙 世界第一漂亮的城市 李十本 今夜新冠灿浪 夜色蓝商 而我们的华大利酒店是 灯火辉煌 沾灯结彩充满着节日的气氛 今天到会的女士们 一个个打扮得像出水的芙蓉 一尘不然 像春姑娘一样 亭亭玉礼 安娜多姿 又像仙女下行一样 楚楚动人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今天到会的男士们 暗示具有绅士的分度 西装革履 分度 偏偏英俊 潇洒 你们像瑞业那样 一个最恰当的词 来形容我激动的心情 这是我们华人妇女界的一件大喜事 也是我们华人社会的一件大喜事 首先我代表葡萄牙中华妇女联合总会 向道会的每位嘉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站在这崇高的讲台上 接受一项神圣的使命 使大家慷慨给我的信任 我志不高 才不出众 可是我有一颗火热的心 面对重托 令我成谎成虹 任重而道远 但是我相信一个道理 众人食材火焰高 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 只有靠结命的力量 在大使馆的支持下 在众侨堂的帮助下 在大家的努力下 把我们的妇女联合会发扬壮大 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女人 就失去50%的真 70%的善 100%的美 在各行各业 从正界到三界 从南部到北部 从繁华的李之本 到偏僻的乡村 还有那十几个飘摇的海岛 哪里没有留下我们 妇女的足迹和笑声 洒下辛苦的汗水 和种下幸福的种植 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在默默无闻的支持着 在普华社会20多年形成的过程中 目前我们葡萄牙已经有37个社团 长期以来 他们为中国的友谊 文化 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 妇女们所起的作用 功不可没 欧洲其他国家 加入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他们都有自己的妇女会 可是我们葡萄牙 还没有这样 自己独立的团体 能成立一个代表 葡萄牙华人妇女的团体的 附生日益高涨 在大使馆的支持下 在欧洲16个妇女联合会的建议和鼓舞下 在普华报社全体同仁的帮助下 在朱长龙先生的光心下 在乔总的妇女姐妹们的积极配合下 用献出一批奉献妇女工作的姐妹们 我们筹备成立了葡萄牙中华妇女联合总会 无巧不成书 所以在葡萄牙的第38个社团的位置 非我们莫属 因为三八是代表世界妇女节 我们姐妹们在家庭和工作 两不误的情况下 付出了宝贵的代价 把这个最有意义的素质38争取过来 朋友们 今后我们妇女联合会这个婴儿 要靠大家的爱护和精心培养 才能组赚的成长 这次要谢谢妇女会的每一位姐妹们的先生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所以今天才会有葡萄牙中华妇女联合总会 谢谢你们兄弟们 更要谢谢你们姐妹们 和谐团结友谊发展是我们的宗旨 学习进步开开心心是我们的目的 维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 关心儿童的教育事业 我们妇女联合总会将积极参与葡萄牙华人社会的各种活动 协助广大的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 普国当地社会 传承中国文化 学习本土文化 加强与欧洲和国内的华人妇女联系 互相交流 我们将来会聘请一些专业的导师进行学习和培训 我们将不定期的举办健康美容保健讲座 不定期的旅游和联谊活动 以开阔视野 丰富人生 促进姐妹间的友谊 姐妹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们要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 架其妇女通向光明的五彩桥 助其辉煌的平淡路 让整个世界看到我们妇女是真 上 美 爱的化身 使大家看到我们妇女联合会 不仅是妇女温馨和谐的家 幸福的感光 使先生们放心 我们妇女联合总会 是个贤妻良母的学习帮 使工作和事业的加油帐 也是先生们的贴心朋友和坚强的后盾 姐妹们 让我们手玩手 肩比肩 心连心 共同来建造这美丽的家园 使葡萄牙中华妇女联合总会 开出美丽的鲜花 揭出丰富的果实 最后我用一缕的春风 二滴下雨 三片秋叶 四朵东梅 用五颜六色的支出五颜六色的纸盒 揭出七彩八飘的丝带 用九风的真诚 十风的真情 庄尽永恒的祝福 把祝福送给大家 祝大家永远健康 四月有成 祝我们的姐妹们永远年轻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